去年10月,香港警方收到善報指一個活躍於中港兩地的犯罪集團 專門經過中國大陸偷運非華裔人蛇來到香港 於是香港警方和廣東省公安邊防總隊展開聯合調查 從而分析這些偷渡人蛇偷運集團的運作模式 透露、偷渡路線、時間、並且搜集和交換情報 結果成功掌握了活躍於大陸和香港的跨境人蛇集團成員的資料 在上週初,我們警方的O記 聯同廣東省公安邊防總隊、香港入境處 我們警隊的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和水警 並展開了一項代號叫做進領的行動 以打擊這個跨境人蛇的偷運集團 當這個集團正在部署新一輪偷運人蛇的行動的時候 然後我們兩地執法人員採取聯合的拘捕行動 並且在3月18日 即是剛剛過去的星期五 就開始在港九、新界二十多個不同的地方進行搜捕 直至目前為止 香港警方一共拘捕了四十四名的男女 其中包括十二名 是這個偷運人蛇集團的骨幹成員 以及三十二名是非華裔的人蛇 在我們的行動裏 我們檢獲了港幣大約十萬元 一批這個集團專門用來做通訊的手提電話 另外一些是清洗黑錢的匯款紀錄、銀行卡 以及包括兩手這個集團用來偷運人蛇的機動山板 在被捕的十二名偷運人蛇的集團裏 當中有五名是巴基斯坦籍的男士 一名是孟加拉籍的男士 一名印度籍的男士 一名是印尼籍的女士 兩名是中國籍的男士 以及兩名是中國籍的女士 他們的年齡介乎二十六歲至五十六歲之間 牽涉的人物的角色除了集團的手路、副手 亦都包括在中港兩地負責聯絡、出海、看水、拿船的船家 幫這些人蛇安排住宿、交通和洗黑錢等等的共犯 以上的被捕人士他們涉及的罪行是包括 協助偷渡人士非法進入及逗留香港 非法入境及逗留香港 以及藏有危險的藥物 他們同時亦都牽涉 懷疑有關於洗黑錢的活動 其中有兩名人士 已經被我們警方正式落案起訴 現階段我們的行動仍然積極地繼續進行 警方是不排除 在稍後的時候 可能會有更多人被我們拘捕或起訴 在同一行動裏 廣東省邊防總隊 亦都同時拘捕了36名人士 當中包括7名偷渡人蛇集團骨幹成員 以及29名非華裔的人蛇 此外入境處亦都配合我們這次行動裏 14名男士15名女士 年齡介乎於20至61歲之間 涉及的罪行包括協助偷渡人士 非法進入及逗留香港 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 非法逗留香港而接受僱用工作 違反逗留條件 預期居留等等 我們警方相信這個犯罪集團 其實他們涉嫌從 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等的地方 首先招攬一些有意義來到香港偷渡的人士 收取一些費用之後 就安排這些人 從他們所屬的地方坐飛機 用合法的途徑 首先進入中國大陸之後 再安排他們輾轉到深圳 然後等機會偷渡來香港 警方相信這次的行動 已經成功瓦解了一個主要的偷運人蛇集團 在這裏 我想重申 偷運人蛇和非法入境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根據香港法例第115章入境條例裡面 干犯了協助偷渡人士 非法進入及逗留香港 而經過公訴程序定罪之後 最高的判監會是14年的 警方和入境處 我們絕對不會容忍任何形式的犯罪活動 亦都會繼續就同類的案件作出深入的調查和檢控 從而希望令到香港 繼續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和穩定的社會 再次 谢谢大家